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榴莲台 我是雅安 在我右手边是郑薇 嗨 大家好 早上请来了两位嘉宾 一位是廖国民 另外一位是王敬伐博士 大家好 今天我们佛山论界要谈的课题是 佛教与政治 讲到政治啊 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 是管理大众的事 也就是我们佛教所说的工业 那么首先呢 我们就从工业谈起 接下去呢 那我们也知道有王敬伐博士啊 最近他出版那本书 叫做《工业的》 好 我们就请郑薇生发表的一件吧 《工业》是什么 然后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 参与我们一起来讨论 我觉得这个书名是 提得非常好 首先要恭喜 金发出版这个书 希望能够大卖 这样子 那这个工业 它前面那个题目 我觉得它是 答了后面那个提问 我们是否能够摆脱 种族政治 种族 物统统治的这个书名 我觉得 因为是业嘛 业就是可以改变 可以创造 然后可以被扭转的 所以那个 那个书名 已经提供了 那个答案就是说 业是可以被改变的 那 是可以被改变的业 那自然就不是书名 也就是说 它充满了一个 光明的希望的 一个一本书 我觉得虽然 这个书封面是 蛮黑色的 不过里面 我觉得应该有一点 看到一眼光明 希望的虚许 虽然它的红面是黑色 它的字是蛮白色的 所以我们夜 夜有讲白夜跟工业 白夜 战传佛教说白夜是好的 工业 黑夜是不好的 所以在黑里面有白 我觉得是很 阴阳能够 相调的一个事情 那么白夜 你看你的字眼 就是白的 好的 对 善的也 或者伟业 伟大的丰功 伟业和那个什么 醉业 这个业东西可以 多多东西可以讲 我觉得 我先谈一下这个工业 这个业字 在佛教里头 其实业它是一个中性的词来的 但是很多人把这个业 当成是一个负面的词 当我们说造业的时候 很多人想到就是说 造业 所以我还记得 最近不久前 几个月前 去上这个 一个佛学的课程 那么师父就谈到造业 师父谈造业的时候 其实师父的意思词 其实是中性的 就是我们会做什么 会造业 那么那个 那个听的 有一个听众呢 可能他前一 或者是他过去的 还内认为说 造业是二业 他就一直没有办法理解 师父讲的东西 过后他就提问 为什么 这个是好事吗 为什么是造业 就问这个问题 他不知道是三业 二业 对对 所以师父解释过 他才明白 其实业是一个中性词 它不是负面的 但是在世界上 在我们 特别是华文的 研流的 我叫读 我们用那个业子的时候 一般上都是把它当成是负面的 对对对 招业 我们说招业 这很大的误解 这个工业 我们很多时候 谈工业的时候 一般上都会是 比较倾向 认为它是负面的 是是是 所以说工业 其实它就好像 刚才 我也提到 它业是 就是说它不是一个 它既然不是负面的 它也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它其实不是负面的 就是我们可以去改变 它其实就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 你未来要承受 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其实从 从科学角度来看 它也算是 一个 那个Newton的law来的 action and reaction 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 最后的反对用力 对对对 工业别业跟定业 上是什么分别 工业 工业就是英文说 我们说collective karma 就是大家一起有的 共同的 一般说 这是我的业 我们就说 这是我的命运 好像已经被写在 那个刻在石头上 不可以改变了 一定会发生 比方说宿命论 因为我们说到业的时候 好像有宿命论的概念 这是我的业 我的karma 但是佛教的业 并不是宿命的 对对对 所以我说 这件事可以被改变的 业基本就是action 你做的东西 然后业有分身口意 身体造作的业 然后语言嘴巴 讲的话的业 然后义的业 意念你是 能够影响别人 所以你是造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业本身 你要有这个intention 心必须要在那边 才有那个效果 比如说这个麦克风 它做很多东西的话 它如果 它倒了 它压死一个人 或者压死一只蚂蚁的话 它没有造业 因为它没有那个心在里面 所以那个心 intention必须要在 在那边 所以这个业的特质 是在这边 那工业就是说 大家一起做的东西 叫工业 大家一起做 别业的话 就是你individual的 个人的 个别 所以工业里面有别业 很多的别业 就造就了一个工业 然后刚才你说什么 工业 定业 定业就是 一般上我们大乘佛教的管理 定业不可转 就是已经肯定 你要受报的那个业 我们叫做工业 还是定业 肯定的 然后不定业就是 你可以扭转 或者把它进化 工业和别业都是不定业 它还没有什么定业 有些说法 有些佛教的说法是 一切业都是不定业 但是有些观念是 有些业是定的 肯定会受报的 你逃不掉的 但是在 我个人是倾向认为说 在还没有成熟 那个果还没有成熟之前 如果有因严的转换 我觉得还是可以 至少被削减 被扭转 这样来理解别容易 还没有成为定业之前的 都是不定业 OK 那通常我们说定业 就是它发生之后 已经发生了 就是定业吧 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比较是 北传佛教 或是汉传佛教 我接触的南传佛教 几乎没有听说过 有任何师傅 有谈到这个别业 定业 甚至供业的概念 都没有听他们说过 就是在南传佛教 比较倾向就是说 你自己造的业 你自己承受 就算是我们大家一起 去造那个业 也是各自人承受 各自的业 因为就算你一起 比方说我们 就算我们四个人 一起吃花 去打仗银行 还是去谋赛 每一个人做的东西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是亲手 去杀那个人的 有的人吃花 有的人负责驾车 有的人负责 看水的 所以说 每一个人的业力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南传佛教 他没有 他没有谈过 这个 所谓的供业 每一个业是个人 各自承担的 对 所以就是从南传的角度 去看业是有办法 细分 就是各自 你就是直接承受 那个果 是 每一个业是 各自个人承受的 但就像讲到说 业它不是 不是坏事 它可能是好业 三业有二业 而且所有的业 在还没有承受之前 它其实都是可以转变的 或者是 它可以是 可以讲什么 Dorman的 就是说 它不会 它就是平静在那边 它不会发起的 或者是永远都不会掀起的 因为如果说 所有的业都要掀起的话 我们是没有办法捏盘的 我记得 我记得有一个 我上次江剑有谈过这东西 南传佛教说 业应该是不能够小 对不对 它能够被压制 它只是 可能是Dorman 就是它不会 它不会 不让它起作用 不会起作用 对对 潜伏 但是大乘佛教 包括汉传跟藏传 它就会认为说 业可以被小 就是可以消业 或者转业 或者整个扭转 它的局势也可以 所以这个是 一般上就是所谓 南传佛法跟偷奇的大乘佛法 不一样的观点在这边 比较 大乘是比较说 很有创意 一切都可以被扭转 被改变 被创造 这样子 好 从佛教这个工业这个概念 我们就要把它拉到回今天我们的正题 其实刚才也是正题 就讲一讲 政治 跟工业 其实是相通的一回事来的 那么我们就从 进发工业这本书谈起吧 那么进发你是在什么音源之下 会出版这本书的呢 然后我想知道一下 为什么你会选择工业这个名词来作为你的书名 然后你要带出的讯息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是会谈到问题的时候 都习惯抢占受害者的位置 然后就把东西看得黑白分明 认为每次都是我错 都是我受害 都是别人错 都是我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不可能找到任何出路 我个人没有特定的宗教 但是我同时受佛教跟基督教影响很深 受佛教影响的就是英国的部分 受基督教影响的是 那个不应该置以为意的部分 就是认为说人要随时反思自己的那个错 所以我指认 所以我会有一个故事 大概能够抓准我这个感受 是三国远离里面一个典故 关公去世之后 他的英魂不散 那就一个无头将军骑着马 在那个在一座山上 还我头来 还我头来 对对对 然后他的老乡普敬和尚 听到这件事就去山上 然后他说你是不是关公 关公就喊 继续在喊说还我头来 然后普敬和尚就说 那你过五官斩六将 颜良文丑的头谁来还 然后那关公就转念 那当然那个佛教说法就说 他因为这样子归于佛教 变成父法 对我来说 那个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家孩子 都是受害者 佛教有意思的那个说法 就是因为你是轮回一直在转 所以你世界不是直线的 你一直沿上去的时候 你其实无止境 所以那个过程中 因为如果我们看世间的恩怨的时候 我们习惯去追究子认 那追究子认追究到哪里 尤其是比如说族群之间的冲突 你说谁是好人跟坏人 其实要问你的 你在哪个阶段切断 对不对 你追溯到哪里 追溯到最上去的时候 我们都可能找不到 到底谁错谁非 因为我们常常是互相反应 对别人的行为 互相影响 互相影响 就是我们反应他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巩固 所以基本上这是一个 我相当强烈对马来西亚政治的看法 我觉得 因为马来西亚政治的那个论述里面 不管在哪一方面 不管你是说比如说我们少数族群 像华人的这个论述 或者是说 整体上官方的论述 谈反制的时候 我们有太多那种受害者的情节 就是我们对所谓历史的不正义 感觉非常强烈 我觉得那个感觉是震荡 它有它震荡的基础 但是你必须放在context里面 所以我自己的态度 我觉得说 我常常想说 我们为什么会在这边 为什么我们存在 那我自己的答案是说 因为我们祖先当中 有足够的坏人跟懦夫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祖先全部都是好人 全部都健一勇为的话 他们很早就会死了 我们早就觉着 我们不可能在这边 对不对 换句话说 我们其实是历史不易的受害者 在每个程度上都是 当然我们也可能是受害者 所以你的处理 对我关心的 不是去追究说 谁错的比较多 谁错的比较少 我关心的是说 我们怎么样往前走 那往前走不是说 模式过去 而是在一种比较抽离 比较客观的角度去 去说 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 我们的过去 以便往前走 那我自己另一个概念 影响我这样看 说不执着于 我现在这个位置的话 是直学上 这个螺丝的一个概念 他说我们应该要一个 无知之目 view of ignorance 就是说 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不应该预先知道 你的结果 因为如果你预先知道 你的结果的话 你就会从你自力出发 选择对你最有利的 换句话说 什么是公正 公正应该是说 如果你今天转异地而出 你还会讲同样的话 所以我平常在谈这些 马来西亚政治问题的时候 我常常想说 比如说如果门谈 周群问题 我会问 如果明天醒来 我是马来人 我会不会继续讲 我今天讲的话 因为如果我不会的话 那我其实站在 我利益上讲话 那未必错 但是如果是那样子的话 我怎么能期待 别人会接受我的话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说 我喜欢这个工业的概念上 它是互相影响 变成说 你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割绝 没有办法跟别人割绝 你别人的行为都受你影响 互相影响 你对他有质认 也因为整体上说 那你找出路的时候 你就回到去说 我们要去看怎么样的互动 那这些 这些对我来讲 我的切入点 其实是智慧科学 因为智慧科学上 比如说 我是念政治的 那政治上 我们谈理性选持学派的时候 理性选持理论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谈说 人与人之间的策略性互动 我这样想的时候 是根据我假设 你会怎么做 所以这个互动是很明 很存在很具体 很真实的 但是很多人不会看到这一点 我们习惯说 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 对 他们做什么是他们的事 跟我们没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别人不改变 但是从我的角度去看 没有人是可以 自外于他人的影响 所以你做与不做 其实都有影响 那如果你看好像基督教 这个德国有一个新教的 这个神学家 他说 not to do is to do not to speak is to speak 就是你沉默 你其实就在做事情 你其实就在讲话 你不做事 你其实不为 其实就是有为 所以可以说我们投费票 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也是投票 也是投某一个阵营的票 Exactly 明白 我觉得这个 这跟佛家所讲的 缘起 缘起的事件很有关系 因为我们说缘起 一切都是互相影响的 我们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是 你讲的 你的身口意的作为影响到我的身口意 那我们是互相缘起的 那这样缘起的 这种社会环境跟角色之下 我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 讲过一句话 他说 我们会陷入那种 情景当中 不能够自绑 或者不能够 脱离这个宿命 就是因为我们扮演 有三个角色 一个就是 我们有一个加害人 把东西放在我们身上 我们是受害者 你刚才所说的 然后我们受害者之后 既然我们被人家 加害于我了 那我要 我要等待什么 我等待一个救星 一个宿命出现 所以这三个角色 如果我们卡在里面的话 那我们是无法摆脱 这种 这种宿命的 这种处境的 所以 今晚你那本书 会给我们 一种怎样的答案呢 要我们怎样摆脱 这三者的纠缠 跟情景呢 我那本书 里面谈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 追缩到1946年 1946年是战后 英国人 其实为 就是 殖民地 放手殖民地 做准备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问题出现 那这个问题的提法 是我提的 换句话说 你去看历史书 不会看到这个问题 但是我用这个问题 来概括 那个矛盾 那个问题是 公民可否相依而平等 其实 在殖民地的时候 你 殖民地主旨 只要能够 确保大家各安其分 你没有人去争说 谁是老大 但是当你把这个外来政权 鱼走之后 我们剩下的人 你能不能够相信 他其实可以公平的处事 所以独立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如果 原来的这些居民 没有共识的话 那么大家要做的东西 就是抢位置 所以 那个 这个抢 抢国家的过程 到最后就是去认定说 谁有资格成为公民 那 如果这个 我们说生命共同体 那实质上是公民 生命共同体 但是在政治上 我们常常会选择 什么人 是自己人 什么人是外人 那这边就有两个问题出现 一个是平等 一个是差距 平等 当然会让我们 起这个 那个 这个 负面的情绪 佛教说 胜是吗 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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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心 所以 用中文说就是 你不患寡 患不均 大家一起穷的话 还容易过 但是 有人穷 有人更穷 大家可能就 就不能够承受 对 所以 这是 这是 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 如果你 这个 穷 你的 这个 不均 大家在 其他部分 是一样的 大家比较容易忍受 就像 比如说 你兄弟姐妹 你可能有人做的 过得比别人好 但是因为 大家是同胞 所以 大家那个 妒忌的心 不会那么强烈 但是 如果是 你邻居 比你有钱很多 你这个就很难 以平常心 看待 因为你没有血缘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在那个国家 形成的过程中 这个问题是很自然出现的 所以如果你说 公民是否相遇而平等 你去问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个民调的话 你甚至可能用这个答案 相当准确的猜出来 说 回答这个问题的人 到底是多数族群 还是少数族群 因为多数族群的想法上 在马来西亚会认为说 当然是否 你要平等 就要先跟我变成一样 要相同 不相同之前 不能谈平等 但是对少数族群来讲 他就说 那相遇有什么问题 平等就是平等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 过去其实是没有解决的 对 所以比如说我们到今天去谈的时候 有人说 我们谈要 要废除孤打字 那么 你常看到马来西亚派的反应 就是说 你要废除孤打字的话 你先 你先这个 关掉中文 这个华文跟大明文学校 那有时候甚至你 没有谈孤打字 他也跟你谈说 这个 这个母语教育会破坏国民团结 那谁会国民团结就说 你没有被同化 那这个问题 最说到哪里 如果我们在当下 我们要生气的话 当然可以生气 但是我会说 这个是我们过去 一同造下的业 那我一同造下的业 这当中 当然你可以据说上去 说为什么来这边 这个殖民地 统治只做了什么 但是不去谈那个大的历史变化 就谈很简单的东西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是互相启示的 因为几乎每一个族群 都有倾诉 这个 倾诉之分 我们对自己人好一点 对其他人差一点 那我家 正常的 我家是开早货店 所以我很小的时候 就听过一句话 他说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两个 大家两个华人 你们能够算便宜一点 这个是很符合人性的 现在也在发生这种 所以说我们往往把一些 我们认为是一向来都会这样子 就好像当成没有问题 其实问题是蛮严重的 刚才听到进法 不愧是博士 这一番言论 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 你蛮詮细说 对佛教不太认识 不太认识 其实你从你所讲的话 对我来讲 其实很多是很符合 我们佛教的观点 我相信国民也是 有非有同感 老实说 你那本书刚出炉 我还没看 我不知道国民看了没有 但是我是答应你 国民也还没看 我是答应你 我刚刚看了 我还是买一本来 好好看一看 然后向你学习 学习 国民要补充什么吗 我其实我还没看这本书 但是我从刚才进发的谈话 我其实我觉得他谈到 那个大家都是 突然自己是受害者 我觉得那个是在 我们日常生活中 是蛮有感受的 我的生活中 我有接触到 华人马尔印度人 都有接触到 但是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 在马来西亚 或者我们从报章上看到 就是说大家都认为 他们是受害者 而且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种 所谓的工业 当然工业是 工业应该也是个中心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工业 变成一种 铁板一块的东西 就是说 华人所受的 就是马来人所加害的 或者是马来人所加害的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放大 就变成说 所有马来人都是这样的 所有华人都是这样的 然后我每次都会跟我朋友说 我们不能这样看问题的 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对对对 每一个种族 没有一个种族是180%坏的 每一个种族是180%好人的 所以我们要从各个人的 各自的那个角度去看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说 从南传佛教来看 他其实不谈这个工业 就是每一个业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 其实 回到这个 刚才 经常 经常谈到这个称 就是 其实从佛教角度来看 所有的问题最后都是谈成诗 然后他也谈到这个平等 那么佛教我们常常讲的话 就是众生平等 所谓的众生平等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当你放到 世纪生活的时候 你很难做到的 你会发现 你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跟我平等 你怎么 我应该比你好 我应该比你优越 所以 就是这个众生平等 在佛教头 就算佛教徒本身 也常常只是一个口头禅 没有设计自行在这个生活上 所谓的这个平等 其实不等于说一样 有的人穷 有的人富有 在佛教当中 我们常常谈到 众生平等 主要是讲的 不是这个思想上的平等 是机会上的平等 是这个佛性上的平等 就是每一个人 都有这个机会成佛 只要你往这方面去努力 回到这边来看 就是说 平等呢 不少是说 我们大家都要一样 而是说 但是从另外一角度来看 我们也一样 我们都有汤城市 所以每一个人的汤城市 城市不同 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业力 也不一样 所以说 如果我们能够抛开这一切 看问题的时候 不总是整体的看 就是说 所有的问题 都是一个群体的 我们个别去看 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马来西亚的 这个政治处境 可能会 会更好一些 更理性一些 是的 真的 我很喜欢 刚才国民所提的 理性这两个字 尤其要是大选 将就快到来的时候 好像大家就把 要是有点不理性了 事情理性了 这样的倾向 而且有另外一部分 的人也好像 也有点马目不仁 这样子 我们就希望 今天我们的这个座谈 能够影响一部分 一部分人 尽量回归理性 一些太过马目不仁的话 也要张个眼睛 看看确实真实的情况 是怎样子的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一些佛教徒就问 选党不选人 选人不选党的 甚至于说 我是佛教徒 那么那个候选人 一定是要佛教徒 我就要投他吗 如果那个候选人 是基督教徒 或是那个候选人 是非教徒 是马来人 我就不投他一票吗 真的是要这样子的 非常狭隘的 去看问题吗 回去投 看我们说的平等 我觉得是 诸情之间的平等 那等下我们会谈宗教 我们身为一个佛教徒 怎么样看 我们政治这一块 应该奉献出些什么 应该做些什么东西 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在吉兰丹长大 我是住在马来甘邦里面的 那我最好的朋友 其实是一个印度人 跟一个马来甘邦 所以这种种族的关系 我从小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 所以我长大了 上大学之后 出来之后 出来社会工作之后 我就觉得 怎么我们马来甘 特别是吉伦坡 这一段种族关系 那么的不融洽 或者很tense 或者很紧张 然后华人只跟华人在一起 马来甘邦只跟马来甘邦在一起 印度人只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会不会我们越走越倒退了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从那边出来的 我觉得 我们这边都 我现在也是 马来甘邦的朋友越来越少了 我觉得马来甘邦也很少 跟我们交朋友了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国家 会不会走向一个 怎么样的方向 这是我们应该要 反思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说到这个 我们马来甘邦独立60年 对不对 我们说 马来亚 马来亚本身 60年 对 我们说三四耳利 对 四十不获 五十之天命 六十是耳顺 耳顺就是你要听 学会聆听 我觉得我们国家的一个课题是 我们很 很吵 每个人都想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是没有 你去餐厅的话 每个人都在讲话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在听 我觉得应该要聆听 聆听自己的心声 我们到底要什么 马来甘邦应该往什么方向走 然后第二个就是 聆听 两个学者 知识分子的这个话 我觉得是应该我们要做的事情 聆听 我们的功课 我觉得目前是 的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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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好好听一听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 进发跟国民来 希望你们都发别的意见 给我们其他的一些听众 好好听一听 一些理性的见解 我也想补充一点 因为以前我是公务员 所以在政府部门里边 很多都是马来同胞 在三四十年前 一般上我们过年过节的时候 他都会说 Salamat Hari Dounbarujina 那些这样子的 甚至会派张 换人卡给你的 但是到后期的时候 没有了 甚至在我的属下 他也不会给我 让何人卡了 所以有这样的种倾向 所以刚才 在政府所说到的种族之间的关系 好像尤其在吉隆坡一带 好像是越来越 走向恶化的情况 的确我们一定要面对这个问题 怎么找出他的答案 那么怎样去面对他 怎样去解决他 这都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公民 不管是华人马来人 都要去共同去面对 共同去思考的 不然的话我们将来的国家 不知走向未来如何 和啊